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今天的穩超聲券節目 其實顏老師 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舉辦所謂的全省巡迴這個講座 我發現了有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跟電子機前面的投資人 來做出一個報告 也就是說我接觸到 這麼多的一個投資人 他們心裡面 當然都非常渴望能夠賺得到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覺得目前為止的行情 未來應該還會再漲 但是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去買什麼樣的股票 當然我在演講會的一個現場 我跟所有的人來做出一個分享 顏老師告訴你 第一個族群叫做被動元件 今天的國巨 股價再創頗斷新高 國巨就是被動元件的領頭羊 後面的和聲堂也好 這個華興科 包含今天上漲的信倉電 這些股票不是去追 被動元件的族群要等拉回 這個機會性是非常非常大 因為它是屬於低機起的 第二個族群跟大家講到什麼 講到矽晶圓 我相信你在這個演講會現場 不管是禮拜六還是禮拜天 你聽到嚴老師的演講會 我相信我一定會把這個矽晶圓的族群 跟大家分析得非常清楚 第一個 台積電上漲的 晶圓代工的 後面大漲的叫IC設計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矽晶圓 當然今天矽晶圓大漲 跟嚴老師之前去做出一個 預測的一個動作 非常的類似 當然這個矽晶圓的一個代表性質的股票 6488的環球金 今天股價非常強 股價也創波段新高 我這邊先恭喜好不好 恭喜誰 恭喜嚴老師的會員 你在演講會一定有聽到 但是嚴老師我要恭喜我的會員 我的會員有動作 才有賺得到錢 老師 我的資金不是很多 環球金我買不起 環球金買不起可以買加氫 可以買合金 今天合金 加氫也是漲 漲的股票不用追 這個禮拜還有拉回的機會 你要稍微有耐心的 去做這個等待 跟你講到四大族群 還有蘋果概念股 蘋果概念股我跟你講 只要注意到所謂的機殼 還有觸控就可以了 不是說蘋果概念股通通都會漲 你要找那個低基期的 低基期的 低基期就是屬於機殼可乘嗎 還有所謂的GIS GBK 原相這種做觸控的 他基期在低檔區的 這個比亞龍一大漲 至於說嚴老師跟你談到低論 今天的低論大漲只有一檔股票 這是3260威剛 第一論大概目前為止在暖身 在暖身 未來還是一樣有機會會大漲 這就嚴老師在我們這個演講會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跟投資人 來做出一個雙向的一個溝通 其實投資人目前為止的話 我相信對於嚴老師的講法都能夠認同 我這邊還是要感謝 禮拜六 禮拜天來到老師演講會的 現場的一些投資人 至少你可以從嚴老師 對於量價結構 開盤八法 這些軍縣理論裡面會告訴你 未來的行情會怎麼樣 未來的大漲的大概是哪一些族群 你要去找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嚴老師節目請注意一下 嚴老師現在的節目是下午的5點半 5點半到6點的話運通財經台 來 晚上重播的一個時間在11點半到12點 當然這個半夜2點到3點 還是有個重播時間 如果說你5點半跟11點半的 可能看不到的話 隔天早上7點到7點半 在開盤以前的話 這個運通財經台裡面 總共有3個節目 我就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運用一下 好不好 但是嚴老師這邊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節目的內容 不會去針對那種不特定的人 不特定的人就是說 你現在正在看電視 你可能看那一檔股票很飆 你進去做出個操作 有賺錢我恭喜你 沒有賺錢的話 我也認為說你看節目 就看看就算了 看看就算了 不是說每一次猜到哪一檔股票 你就去操作 我認為不要 好不好 這是嚴老師 我們從這個北中南巡迴回來了 走到影響會現場 奇怪 都是嚴老師的股票 我也覺得很驚訝 最好不要 對不對 好 來 看一下 今天這檔股票叫4566的 來 實塑工業 今天這檔股票創波段新高 股價差一檔漲停半 當然很多的老師 他會拿一檔股票告訴你們 這個股票很強 很標 到底有沒有做 他不會去做任何的一個交代 但是嚴老師秉持了什麼 來 這四個字叫正信度勢 這四個字是從哪邊來的 也就是說我們有信仰的人 我們希望用正道 用正確的方法來告訴所有的人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觀念 這個就是嚴老師的一個堅持 有做 我在節目裡面跟你講 我就是有做 沒有做 我相信我也不會隨便拿一檔股票出來 跟你講 好不好 那這一檔股票 來 它叫實塑工業 來 我相信我的普通會員 普通會員今天應該有收到一個內容 對不對 這個內容會告訴你 你要去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做下去 來 每一個人都賺錢 每一個人都賺錢 我相信我的會員都在看節目 我普通會員的話人數非常非常多 我相信應該有絕大多數的人 現在在收看你要是節目 包含我這個節目帶 會傳到LINE裡面 分享給目前為止 所有加LINE的一個投資人 來做出一個收看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有沒有做這個騙不了人 騙不了人 到底是賺錢還是賠錢 我相信投資人心裡面都有數 那我今天特別把這個簡訊 這叫專案會員的 實塑工業這檔股票 代號4566的 這個簡訊老師拿出來跟你對不對 來做出核對 我們所有的操作 我相信都是有證據的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講一下 如果說你在我們節目裡面 看到的這檔股票 你就用看的 你只能看的就好了 你不要說看看 你認為說這支不錯 你再去做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我不希望說有些投資人 進來了可能把籌碼打亂了 那未來的一個操作請注意 我這句話你要記得 從今天開始的話選股是重於大盤的 選對股票才能夠賺得到錢 你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一位真的能夠幫各位賺錢的老師 但是這個老師要去操作什麼樣的股票 能夠幫你賺得到錢 你就要先講 不是說我能夠幫你賺錢 你趕快來 我的會期很長 我的價錢很便宜 你趕快來 我認為這個不是一個所謂的 這個叫做正信度勢 對不對 不是啦 可能會用一些引誘的一個手法 嚴老師 不需要 不需要 我認為這句話講得很有道理 一位真的能夠幫你賺錢的老師 他要事先講 他不能夠用馬後炮的 那當然包含我在內 嚴老師今天我就要事先講 好不好 有照相手機的趕快拿照相手機出來 有那個筆記的 年紀比較大的 可能 對不對 可能沒辦法使用那個照相的 那你就用筆稍微操一下 那我速度盡量放慢一點好不好 來 注意到這張字卡 注意 來 第四季 現在 好 我就跟你講現在 我不會跟你講從前未來怎麼樣 我就跟你講現在 現在你要注意什麼 被動元件 拉回的時候找買點 國劇 和聲堂 還有什麼 信倉電 那為什麼國劇 和聲堂 華興科 信倉電 有些高價 有些低價 按照各位操作成本好不好 來自由選擇一下 今天的國劇創新高應該都賺錢 矽晶圓 6488環球金 54830中美金 618的合金 對不對 3026的加金 都是矽晶圓 矽晶圓的行情在第四季 在第四季 今天上漲的兩個族群 被岩老師抓到了 第一個叫被動元件 指標性質的股票叫國劇 第二個黨叫矽晶圓 6488環球金 明天蘋果概念股裡面的觸控 觸控是什麼 GIS TBK原項 這個叫做觸控 這個範圍也很小 也很小 被動元件矽晶圓 明天要注意到什麼 蘋果概念股的觸控 低潤的族群 目前的機器很低 今天上漲的 漲得比較多的 大概就是3260的威剛 這邊佛苑還沒有到 但是你要事先佈局的人 我就讓你先知道 不是說等到這個族群上去了 我才跟你講 第四季要注意的股票都在這邊 想賺錢的 麻煩你跟上營養師的腳步 就那麼簡單 就那麼簡單 來 這個叫國劇 來 這個叫國劇 國劇今天股價創波段新高 之前你認為說老師會不會到300塊 結果怎麼樣 超過300塊了 今天股價在創新高 但是不用追 不用追 那我今天只要證明一件事情 我在演講會裡面 有沒有告訴你國劇 有 老師有沒有做 老化好不好 這個圖卡常常會出現 正信度是 我堅持我的理想 有做 有做 我來跟你說我有做 來 這裡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來 這是今天的簡訊 早上9點31分的簡訊 被動越界龍頭國劇 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做 有做嘛 來 你是哪一集會員的你自己看 每一個人都有簡訊 每一個人都有簡訊 我相信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應該每一個人都是鑽 來得早的大鑽 可能剛剛加入是小鑽 你不管是大鑽也好 小鑽也好 都是一個鑽字 我絕對拿證據給你看 國劇賺完了 華興客有沒有賺 有啦 創新高 和晨堂有沒有賺 都有賺 這個叫做被動元件 所以說我跟你講的 第四季要注意到被動元件 但是現在漲上去就不用追了 可以等拉回 對不對 現在要跟你講矽晶圓 很多人今天跟你講矽晶圓 沒有錯吧 到底有沒有做 不知道 他也不會跟你交代 那岩老師一定要跟你交代 為什麼 正信度勢 來 再看一次好不好 岩老師很喜歡用這四個字 如果說你不懂這四個字 裡面的意思的話 你就上網查一下 資料看一下 我非常堅持這四個字 叫正信度勢 用正確的方法來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樣來操作的 不會搞那種欺騙 我認為騙人家就是騙著自己 一切的你給人家的 到最後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說我非常堅持 來 看到這張股票叫環球金 環球金跟你講得很早 也不是說在高檔區這樣去買 不會啦 我希望各位都買低一點好不好 這個低檔區都買進了一個機會好不好 都可以買啦 你愛怎麼買就怎麼買 老師 還創新高了還要不要買 還沒有漲完當然要買啦 這天有拿簡訊給你看 我就不用再講了 對不對 那今天的股價 今天的股價最高來到385塊 當然有人在LINE裡面會問 老師 你是看400還是看500 有人在LINE裡面問顏老師嗎 老師 今天這個環球金 這股價來到385 這個禮拜會不會到400 第四季結束以後會不會到500 我不知道 我直接回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全部你可以偷偷看 好不好 這個地方不用追啦好不好 你可以等一個拉回 我認為很多事情 老師跟你講的時候 都是在低檔區 都是在低檔區叫你去佈局 你就講不聽嘛 你不要等股價漲上去了 你才說老師 這個股票能不能買 今天最高點385 385會不會到400 拉回再買 還是直接衝過去 到了400以後會不會到500 會不會到600 你不用猜 你有做的到今天為止 你一定賺得到錢 你一定賺得到錢 當然我今天要恭喜你 我今天既然敢恭喜你的話 我就一定要拿出證據給你看 不然你說老師 你這個恭喜是恭喜假的是不是 李老師 恭喜絕對是恭喜真的 今天開放唯一的一次 我讓你看我的簡訊 來 注意 來 注意 看這邊 來 如假包換 有一個字虛偽造假的話 退出股票市場 我做到了 來 我做到了 正信度勢 好不好 不要用嘴巴講 我們拿簡訊給大家看 是不是買到環球經濟的人 他是大賺的 我相信我做到了 這個我非常驕傲 但是我不是叫各位去追 我先講好不好 我不是說叫各位去追 就股價去追的話沒有意義 立即要不要追 老師立即好像要追 其實你不用追 這邊可以買買買買對不對 這個趨勢成型一路買 50塊到100塊 100塊到150 150到200 200到多少 還有人在猜250 真的假的 真的250到了 現在又有人在猜 老師會不會到300 投資人真的很會猜 老師還有沒有這種的 有啊 有啊 你要不要 今天打通電話進來 如果說你願意打通電話進來的話 我們明天有一檔股票 我們會進場佈局好不好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積極的 來做出個參與 明天買進的股票 就在我們這張字卡裡面 就在我們這張字卡裡面 研導師會挑一檔股票 我會從這個 這張字卡裡面挑一檔股票出來 你放心 明天一定會有動作 我先講 我不會隨便跟你講說明天有動作 結果明天沒有動作 不會 我明天動作非常快 我明天動作非常非常快 如果說你要積極 想要來參與我們這個第四季 要注意的股票 然後是從這個中間 挑一檔股票出來的 你今天只要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叫什麼 叫做手機掃描QR Code 我現在把這個QR Code停留在這邊 你現在趕快掃 把你的手機趕快打開 趕快掃 因為明天有一檔股票 明天有一檔股票 會從這張字卡裡面 我會挑一檔股票出來 你今天只要掃描QR Code的 只要加Line的 留下你的姓名 你留下你的聯絡的一個方式的話 我們明天 我們明天一定會通知你 老師 會不會通知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你有留下姓名 你有留下一個聯絡的一個電話 好不好 這個QR Code叫你掃 你趕快掃 今天掃QR Code非常重要 之前QR Code裡面 有沒有出現這檔股票 有啦 它叫利基啦 QR Code裡面有沒有出現這檔股票 叫環球金 有嘛 老師有沒有比環球金更強的 有 老師有沒有比利基要更強的 也有 但是我今天我就把這檔股票 放在QR Code裡面 我就要放在Line裡面 我先講 現在用手機掃買QR Code的 一定有先後的一個順序對不對 你先掃進來 先掃進來 明天第一個通知 你第二個掃進來 明天第二個通知 你第三個掃進來 那就是第三個通知了 那我都會讓各位在第一時間點 來掌握最新標股的一個訊息 但是掃瞞QR Code之後 一定要留下姓名跟聯絡一個電話 我們明天要進場的這檔股票 叫做環球金第二 今天環球金很強對不對 看起來很強 沒有什麼 這個股價漲多少 漲5成 我下一檔環球金第二 有沒有機會翻倍 有 這個環球金不是很強啦 你賺錢嘛 老師給你怎麼樣 給你打破了 老師給你攻擊好不好 至少別人賺不到 你賺到的 下一檔最標的股票在這邊喔 環球金第二在這邊 明天正式要發動了 你想要參加的 你想要體驗的 沒關係 全部的趕快掃描 等一下廣告時間趕快打電話也可以喔 現在手機趕快掃喔 明天環球金第二 準時進場佈局 趕快掃來QR Code 打電話進廣告 我們來了 見他了 我們到晚了 臨6月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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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源带您提报投资最佳起机 您将专线022321 9933 23219933 最佳导师 轮源头顾智股专线022321 9933 23219933 轮源头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起机 您将专线022321 9933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明天这档重要的股票 这个环球金第二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积极地参与 我们这个电视机荧幕 这个请用手机扫描 就是叫你赶快扫 明天的话我们会准时进场 来买进这个环球金第二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积极参与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来大家就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把握 有人说赚钱很困难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说你能够买到环球金 你就是赚得到钱 你能够买到利基 你就是能够赚得到钱 但是这个已经过去了 你要去买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这个环球金第二 我看了一下这个基本面吓死人 我看了一下这个技术面 我也吓一跳 我那个环球金没有什么了 没有什么了 只有涨5成 未来的话要挑战环球金 最少要涨1倍以上 这个就是颜老师的看法 像之前我跟大家讲四星KY的时候 这个多少 只有70几块 70几块的股票叫你去买 叫你去布局 讲很久了 拉回要不要买 一次拉回 两次拉回 上升轨道里面1 2 3 每一次拉回我都跟你讲 我都跟你讲 你看这70块 起来多少 起来100钱 100钱你又跟我问 老师会到200吗 会到200吗 今天收盤价184 184是171块钱再往上走 距离200块钱已经快到了 你不要问我好不好 你不要问我 我只问你有没有做 苹果概念股这张股票也是一样 可成吗 这个地方已经涨了6成了 有时候拉回 拉回还是要注意 这些股票其实 都出现在我们的QR Code里面 在起涨的时候 都会出现在我们的QR Code里面 所以说明天要进场的股票 你只要买进去了 未来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大标股 所以说现在的QR Code很重要 很重要 里面标股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叫做什么 叫做第四季 这四个族群对不对 这四个族群包含被动元件 包含细菌元 苹果概念股 低论 我相信我在我的LINE里面的话 我会写一份研究报告 我会把我的研究报告 放在LINE里面 但是你现在没有扫描QR Code 你就不知道被动元件会长什么 你就不知道矽菌元会长什么 明天可能会发动的苹果概念股 还是低论 到底是哪一个族群 我跟你讲 苹果概念股 机会比较大 苹果概念股机会比较大 因为低论还来等一下嘛 我之前跟你验证的被动元件的国具嘛 矽菌元的6488环球机嘛 明天要注意到什么 苹果概念股啊 所以说这个QR Code这个加LINE非常非常重要 明天要进场的股票就在里面 一档都不会少 岩老师的坚持叫什么 来跟着我念一次好不好 来 正信度是正确的观念 能够帮助世人 这个就是岩老师的一个信仰 这个叫信仰 第四季要注意的股票 第四季要注意的股票 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QR Code里面好不好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QR Code里面 在这QR Code里面我都会告诉你 这个第四季四个族群 每一档股票基本面 我会写一份研究报告在里面 在里面 那之前你如果都操作到立基的 立基的 老师当然要恭喜你 这太太多了 今天的环球金大涨 股价创新高 那未来的环球金第二 明天会发动 明天会发动 绝对是比环球金要更飙 我们的飙股就在里面 明天准时发动 所以你今天现在赶快用手机扫描QR Code 赶快完成报名的手续 留下各位的联络 一个姓名跟联络的电话 明天环球金第二 超越环球金的股票 就在我们的手机扫描QR Code里面 这档股票好好的把握 希望能够反败为胜 打电话进来的人 直接拿标股 标股来电就有 直接打电话 电话拨通的 直接把我们的环球金第二带回家 扫描QR Code更方便 让各位第一手掌握 更好的一个资讯 打电话 我们明天见 让我们的转充 让我们的转充 都在陈所 我们的转充 人说坏坏买买有一个甲残 所以他们发展的途杆无价 但有成为基础跟裂 他的手段就无效 我们先带他做平衣 而那天舌顶 让他受的花样 推荐 他出的 這一個都變成八色色 天空空 可以讓你用這幾世 如果開來 我們都要再三天之後 一筆補充 明天再開來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源投庫智庫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源投庫精準掌握財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美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勢策略宣布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機 贏家專線02-2321-9933-2321 9933 全新護鎮套餐 給你大大滿足 出生登記